由于邱淑珍的女儿已经布局在韩国出道 所以线下不少网友都对 邱淑珍一家人的选择表示不解 毕竟谁都知道内鱼才是议员捞金的宝地 邱淑珍的女儿去韩国出道就相当于 一个家里有温泉的人跳进了粪坑洗澡 邱淑珍的女儿只是去韩国出道 不是只在韩国发展人家绕一圈子之后 还是要回到内鱼营业的 至于说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舍尽求远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一来内地已经有个跟邱淑珍 女儿同名的青年女星沈月了 所以邱淑珍的女儿先去韩国搞搞噱头 确实是更有利于强化个人的辨识度 二来虽然被夸最美心二代 但邱淑珍的女儿客观上无论是 演技还是资质其实也就算一般 她现实的规划里也没有演戏的打算 她后续的主业还是集中在舞台和综艺上 而现在内鱼对女团这些都不算支持 因此她先去韩国蹦跶几下 也更符合她自己的事业预期 新二代出道看似是出生在罗马 但高起点也伴随着高要求 所以希望邱淑珍的女儿能够继承她的一波 成为新一代的女神吧 中文的同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